看了你就来气,来火 你发什么声哦 这个家还能当你发声啊 父母还健在 发什么视频,发什么视频哦 说又说不清楚 逻辑性又不强 上面有歌 你一个当地人你发什么声哦 你在你说什么哦,在那里 七说八说一通 你说什么哦 我想请问你 这个事能当你来说吗 我想请问 你是当弟弟的 还有哦 你怎么会凶毛生呢 今天毛生在我家的时候 那天晚上你不是还说我订的东西给毛生吃 订少了吗 你最疼毛生的 你怎么莫名其妙你会凶他哦 我问你 不是莫名其妙 我也着急嘛 我看他那样子 我以为是毛泥气的啥我就把他凶了啥 但是我后面有他道歉了 但是我也很后悔 再怎么样也不该凶他确实也是 是小孩 那肯定啊 所以说你就是这样子 你的头那么好 你怎么 所以说你就不能控制 还有 你就是去检查 是什么药 什么药有什么用啊 拿那么药 哈 你不知道吗 之前的时候 医生都叫你半年检查一次 你看你这次检查出来 医生怎么说 两个月就去检查一次 你不知道你的身体现在是什么状况吗 我想请问 死不了 怎么死不了 你这样下去怎么死不了 医生怎么说 不能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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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再发生了 你想一下 啊 我问你 你想一下要是有什么三三两断 我们两母女怎么办 我想请问一下你 哈 你自己看一下 你说话说多了 你看到没有 你急了 你看到没有 脸都红了 医生怎么说你呢 这病生越来越严重 不能受那些刺激 我都说了 什么事情 不要去理那么多 很多东西都要冷静 要时间 让时间去沉淀很多东西 时间 它会抚平一切的 我的女儿才多大 哈 我就想 我女儿还不到一岁啊 我真的是 你看我有什么事情 我知道 你不能受刺激 是不是 我任何事情 我没像今天晚上 没有像今天晚上这样 给你发火吧 是不是 我从来没有说 我一定什么事 我都是给你好好讲 你这个人做什么事情 我都知道 你都是出一片好心 家里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 我也真的看中了你这一点 但是你要搞清楚 很多事情 冲动是不行的 而且 现在在你吃这些药 身体现在这个状况 医生都说了 说的反复的强调了 不能够 不能够生气 你三十多岁 女儿才一岁啊 这样子我们 我们还要走 未来还要走很多年的 其实责任还很大 案子还很重 你就不能交给时间吗 有什么事情 你自己看一下 从半年检查 到现在两个月去检查一次 这边你美好啊 这边你严重啊 你知道吗 我家亲 有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 你能不能想想女儿 想想自己的老婆 想想自己想想多一点 很多东西 不是你我所能控制的 你现在想的是 你要把这个身体养好 我在家里 我是左盯住 右盯住 把女儿带好 你在家里 你不是还修房子这么忙 还不够你忙吗 请问 你妈有什么事情 你看怎么办 是不是 你自己有什么 上才两端怎么得了 蛤 动动是气 动动是气 翻译不吃 去年的七月吧 是吧 女儿出生了两个多月 你就被检查了这个病 说实话 我压力多大 这些我都不敢跟你讲 因为医生说 你要保持一个好的心境 医生一直都强调 一定不能让你发火 不能惹你发火 这么长时间以来 你看 你天天也吃药 我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医生说 你要吃一辈子的药 你这对于我来说 是多大的打击吗 我女儿还这么小 你以为我想 这样子两地分居啊 我想着你在家里面 在盖着房子 家里的也有一些事情 忙一忙 然后把女儿放在家里面 你看着女儿也开心一点 因为生活上面 总会给我们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对吧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事情 那我想着 女儿在家 那你起码 你看到女儿 你一切都没什么都没有了 是不是 你看我 我待会我有事啊 我有很多烦恼啊 我每次一看到我女儿 我打击视频看到我女儿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你看你有时候说话 什么大声音乐 你看我顶不顶你 因为我知道 你有时候你发觉过 我就不受控制了 因为医生告诉过我了 我也知道 但是只要吃药 吃一辈子药可以控制住 没有关系的 是不是 我们两个好好的走下去 把女儿好好的养大 是不是 而且我们吃这个药 对生育也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哪怕我们想要阿塔也要不了 是不是 他就是有这么严重的 呆在这个地方 那我也希望你好啊 是吗 我希望我们这个家庭好啊 难道我不希望我每天 我下班回来 我不希望我看到我老婆在家 我女儿在家吗 我希望我每一周两周 我就飞来飞去吗 但是现在很多事 摆在面前不允许 你控制不住这些时候 你想想女儿呀 你多平时没什么事 多在家里 多自己回家 多带带女儿呀 对 多带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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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带带给她 多带带她 你无法带带她